人为贪财身先丧 王八骗钱命早亡任郭奸华多取巧 美国监狱啃大鸟 郭文贵面临着陪审团的宣判 蚂蚁帮依旧养溢着欢乐的气息 南版的林永健一天一身到法庭前面去犯骚 这个蚂蚁帮的这些邪教徒 老马说天大的笑话 为了治疗网络上的郭文贵 这个上海帮设计了雄安新区 三十万亿人民币没有了 从这天开始我就说共产党死了 无解亡党亡国了 和这雄安新区是为郭文贵建的 是吗 这帮他娘的傻缺精神病啊 好吧 七哥到监狱里面去用屁眼去钓鱼去了 你以为你怎么着呢 你大爷来的我给你钓鱼 我钓死你 我把你钓到美国法院来 你的Hagen Basen 你的Elly Brady 你斯蒂芬问 你还有你所有的人给你的人 只要给你钓到好的 我都得让他晒在阳光下 在美国法庭受过公审 叫你心服口服了你走进监狱 下一个 PAS PG太平联盟看他咋嚣张 现在太平联盟想干啥知道吧 他接下来都会共产党找人来买走这个官司 买了这个案子伤害咱 谁来买呢 为啥买呢 欠拿来的呢 告诉你 龟孙的预言全部都反向实现了 人家一个没进监狱 龟孙用自己的屁眼 把自己给钓到监狱里边去了200年 大家伟们好 这个今天早上跟苍天大哥聊天聊 嗨了忘记录了 这个澄清几个事情 四个基地不是全部 是只是 只是Scott看过的基地 还有没看的基地 因为总共要当时是七哥是要求要5万人以上要容纳 四个基地容纳不了5万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证人减少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 现在聊灭供的事情聊的太少 聊钱的事情聊的太多了 所以呢 这边这边 这点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希望吧 今天我们期待小妹的证词 希望今天多聊点灭供的事 三寸钉 搓地雷 拱大狼啊 架不住这帮 精神病是真信啊 他真信 龟孙儿能因为灭供而被免于刑罚呀 冰火两冲天啊 一帮是这种 骗子 一群是被骗的那些蠢货 醒了的 阿哲 阿哲呢 说我天涯海角 原来找你们啊 找到了这个长岛的家里边去了 长岛 这是你家吧 啊 你们不还钱 不进监狱 我是不会停止的 是吧 啊 真善狠啊 啥意思啊 知道长岛的家了 啊 长岛太监 你可小心点吧 哎呀 阿哲这一家子呀 播家带口的 在法庭门口举牌要债呀 这是 额眉师姐拍的他太太 好这个阿哲的老婆也辛苦了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叫我阿奶就好 好那你能从中国过来支持阿哲 那你有什么诉求呢 作为一个妻子 我就想拿回我们 属于我们自己原本的那些投资那些钱 然后把坏人神志以法 然后还希望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受害者 然后站出来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你就是说25万美金一分都不能少的 拿回来 对就是我们通过银行投出去多少 就是拿回多少 然后相信我也相信美国的司法正义公正 能够帮助我们 好的谢谢你啊 阿哲的太太这是把头发都愁白了吗 阿莲呢 阿哲你有上去过吗 他们新中国联邦 他们现在住在23楼 这些NFC新中国联邦的这些诈骗犯 这些罪犯们 23楼他们住的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中午 中午他们不让我上去 他们这里不让我上去 然后他们下面我遇到三拨人 都是天天在直播 天天喊着反共灭共所谓正义的口号 然后下来之后我找他们 我说我要怎样退款 你这个能不能给我一个合法的沟通方式 或者是给长岛哥联盟的一个沟通方式 因为他们都不理我 他们都像老鼠一样逃走 然后就根本不接我的差 根本不给我解决任何问题 根本不跟我沟通 然后看到我就三拨人都逃走 我都已经把视频发上去了 所以我要控诉这些 在23楼 这些所谓的 所谓打的 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 这些旗号的这些诈骗犯们 你们完蛋了 你们一定会被神治以法 你们一定会被美国司法给逮捕起来 那你是投资人 他们都不准你上去 他们不行 他们现在他们就是怕任何人上去 所以他们现在下面 让他们他们去他那个门卫那边 门卫那边要登记 登记呢 他要跟上面打电话 上面打电话呢 绝对打不通 绝对打不通 因为有陌生电话 他们肯定是防着有人去讨债去揭露的 因为一讨债 他们一还钱 他们的骗局就揭露了 你一要合法合规的要钱 一旦要一个正规律师 让他们要退款也好 那个我走正规流程 一旦要走正规流程 他们所有的诈骗和他们犯罪的 他们事实 他们的正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给你一个正规的流程 不会给你一个合法流程 他们就是一个 他们就是在美国违法犯罪的一个 就在躲在美国违法犯罪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犯罪主持 一个黑帮犯罪主持 可能郭文贵的审判就是下礼拜就要出来 结果陪审团就会给他定罪 或者是看怎么样 这个就看整个法律的对他的 现在阿泽准备上去一下 他们在23楼 整个一层都是他们的 好的 庞岛太监不敢露头啊 要寨无门呢各位 你看这一家子 把所有的积蓄都被龟孙给骗走了 那么出庭的情况怎么样呢 郭文贵方的律师弄了一些证人过来 可成了乐子了 要不我说吧 龟孙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把任何严肃的场合变成一场闹剧啊 龟孙请的证人现在在法庭上全部都自证其罪 把检方都给看呆了 检方一个劲儿的拦着 法官也一个劲儿的拦着 你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你这是在自证其罪 你最好找个律师来让他替你说吧 再说你在法庭上你就走不了了 太他娘的有意思了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基本的认知和良知 我们在美国被呢 美国洛杉矶的国土安全部的尼尔森 一个管移民签证的 把小妹在机场摁了刀两次 收完身以后 收完包 告诉小妹 say hello to Miles 把小妹在机场摁了 是吧 收完以后 然后鬼笑着 美国执法部官员 还带着国务院的所谓执法这些 say hello to Miles 这不就对我威胁吗 一干两三年 我们向FBI汇报了 FBI每次都说 我没有找他 他不能管这事 最后我的事什么 不让他管了 南区检察院要管 南区检察院 你看他办的案子 SEC就是要整盘 就是SEC罚了咱钱了GTV 你不给钱 我就把你移到司法部 我要让你所有的人付出代价 他比共产党都黑 SEC 美国司法部现在干的事情 和美国SEC干 南区检察院对咱干的事情 真比共产党都黑 你还相信这事吗 GTV投资的老椅子 你们招谁惹谁了 他把你们给整个GTV关掉 还要罚钱 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理由 全是基于共产党在国内 把老椅子家人抓捕以后 做出的伪证 然后把你GTV关掉 那些人被抓紧了 很多人找不着了 谁负责任 谁负责任 老椅子退钱 现在一共退了300人 每个月只退200人 或者20人 没有退20人 按照今天 已经退款老椅子战友 4000多万美金 按照他们的安排 和公平基金 这帮孙子准备给你退 大概40年到50年 把钱退给你 你等着吧 贵孙说的这个玉米地的小妹 今天出庭了 出庭了呢 然后检方问他 你这一辈子当中 开过多少个账户啊 28个对吗 这28个账户 都是什么账户啊 这个玉米地的小妹说 我开的都是什么 鸡翻身 那个几十个 什么鸡club 有多少个 行了行了行了 法官说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建议你找个律师去吧 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 洗钱 你知情不知情 你都是洗钱罪 而且洗钱的数额特别巨大 超过上亿美金 玉米地的小妹 到了监狱里边 成了监狱地下的小妹了 那黑人大妈 你很一通摔啊 是起了一张古董的桌子 拿破仑时期的一张桌子 这个 好像飞飞说 我像拿破仑 你觉得我 我像 我像拿破仑吗 像拿破仑吗 贵叔 我看你不像拿破仑 你像拿破定 三百年的母沸沸 现在也感到了这个危机 三百年的母沸沸 上了法庭的文件 是属于司法部的被告之一 威村进去 三百年的母沸沸 也逃不了起诉 三百年的母沸沸 现在改口了 当然了 我们现在这个 做直播也是 严重必试啊 所以一定要 本着为真不破的 这个精神 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 不会把这个 这个 有什么前后不一致啊 什么前后矛盾啊 比如说 我应该知道了 然后我突然之间 又不知道了 对吧 或者说这个 对吧 这个前面是这样说的 后面会变成另外一种说法 这就比较有意思 三百年的母沸沸啊 到法庭上做伪证 那是要坐牢 最佳一等的呀 不过 七哥可不这么认为呀 七哥每一句话里边 连标点符号都是假的 都是吹牛啊 你这个 你这个风格和七哥 好不太符啊 一次啊 爆料根本第一次 我突然间 旁边的这个保镖说 有电话 你要接 不能打你电话 我一听 帮我吓一大跳 我这是绝密 不能说 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说 我必须要跟你说一句话 Malf 这视频做得太棒了 哎呀我当时我有点懵啊 把你的反应过来 我哪视频做太棒了 后来是知道 昨天我在上面说 美国的政治和香港人民需要的保护 啊那个视频 然后旁边给我打开看 他说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说什么不需要你说 我希望您 真的想明白以后 能叫香港人 得到一个应有的 来自你本人的明确的声音 你如何支持香港 我说人权法案跟您没关系 是罗比奥先生 和南西布鲁兹 和这个议会们做的 您没有做任何事情 我这原话 他说 你会看到的 他说今天我们谈话就到此为止 我可以说 过去可能是 几百年了 历史上没有发动这事 跟一个在船上 然后 一个某国的这么重要的人 打电话 要讨论香港的问题 这电影里都不会有这条段 它就是发生的 然后送来了两个 他最相信的人 昨天给我谈了八个小时 川普派人来跟他谈了八个小时 还有一段 比这个更可笑 龟孙在十八楼 说我接到了 大领导的电话 我在游泳池底下 哈哈大笑 对对那位说 因为龟孙是两栖动物 对吧 他在水底下哈哈大笑 也合逻辑 最可笑的就是说龟孙呢 找的这些证人 有一个是纽约的一个退休的一个警察 看上去呢 人呢是那个智商不超过八十 法官就问他 说你把你的这个账户 借给郭文贵 转钱 然后你还担任了这个郭文贵的好多机构的法人 你了解这事吗 那傻缺警察 一句话啊 得那个想半天啊 他不是说他想 呃这个狡辩 而是这孙子脑子确实是慢 完了一说啊 我帮郭文贵干啥了 我用我的账户 那个他说要干嘛 我就干嘛了 法官说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自证其罪啊 法庭提醒你啊 如果你证 你是证实你是郭文贵的从犯 洗钱的共犯 我劝你最好找个律师来替你说 你别再说了啊 你要再说的话 你就走不了了 你就 简直是叹为观止啊 啊 我们看看 这个说 起诉状里说 啊 这一起诉是由美利坚合众国提起的 提起此案的决定 丝毫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啊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这些证据并没有给陪审团留下这样的印象 起诉是非法的 或者受了中共的影响 所以检方 你就放心吧 啊 这句话 根本没必要加上去 因为陪审团没人认为啊 这个龟孙是反共的 这是法官 给检察官说的 你就想想吧 所以龟孙的这张反共牌 彻底的已经成了笑话了 见过这么傻缺的一帮人吗 点过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